今天吃什麼鬆? 阿KING跟你想好 今天我們煮金銀蛋炒白肉花 材料有 鹽蛋、皮蛋和白肉花 如果喜歡的還可以加薑和蒜頭 首先煮三隻鹹蛋 然後切白肉花 一樣,頭尾是不要的 然後湯開 用匙巾刮出來 白肉花花是比較淡的 其實花花蠻有營養的 它可以降血糖、降火、燒腫 很多人都喜歡用來渣汁喝 因為渣汁喝沒有青色的花花 是比較淡的 是比較清淡的 好了,現在的苦瓜 我用一些鹽醃一醃 好了,鹹蛋蒸熟之後 我把蛋黃和白肉分開 全部切粒 皮蛋也是切粒 鹹蛋黃壓碎 首先,我把白肉苦瓜 放入油 先爆一下 這樣苦瓜會更爽 很爽 好了,看到煮滾了 我們就把白肉苦瓜放進去 再加一個油 再加起它 油不愛 現在把鹹蛋放進去 再加一些鹹蛋 炒一下 這時候,如果你們喜歡吃 薑和蒜頭 可以加進去 不過今天,想吃清淡一點 我不加了 鹹蛋的白肉很鹹 我放一點糖 中和一下 然後,把苦瓜放進去 然後,把苦瓜放進去 大炒 剛才有油的 它過了 爆了油 所以現在我沒有再加油 然後,放鹹蛋黃 鹹蛋黃一受熱之後 就會溶化 它就會把苦瓜放進去 然後,加一匙芝麻油 哇,芝麻油放進去之後很香 這個菜真的很容易煮 把材料炒兩炒就可以了 最後,加上皮蛋 好了 煮好了 煮好了 上碟了 可以開飯了 多漂亮 又有營養 又簡單 大家都來煮吧 想知道我下次會煮什麼?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和朋友分享 拜拜 再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